I need some West Coast vibes that we got inside I'll live for you 誒 大家好 加多樂志 我們今天來到Sembradillo這個地方 既然來到這裡也一定要介紹一下 關於美國相關的歷史 各位有沒有看到我後面這個賽 66號公路 66號聽過吧 正好萊塢電影經常在上面 只要提到公路電影 我跟你講那時候一定會有66號 為什麼呢 因為66號被稱為是所謂的 美國公路之母第一條高速公路 所謂跨州的公路 然後呢他都一路從芝加哥起源 最後的終點是到Santa Monica這個地方 那從中間的過程呢 他有經過這一段Sembradillo Tier 那在這個沿線上面呢 他也造就很多美式文化 包括我們剛剛之前有介紹的麥當勞 他其實就是最早也是因為 選擇在這地方 就是因為他緊鄰66號公路 人們他們開車來來往往來來往往的 他們有時候要修車要加油什麼地方 就麥當勞這邊解決一餐 這也是目前這個怎麼說呢 66號公路它之所以它能夠發達起來的原因 也是造就美國文化一個重要的一環 66號公路 大家可以看到它造就美國這個 早期的所謂公路的文化 然後帶動整個經濟的發展 所以它具有很大的象徵性 直到今天還有很多人 他們從上要走一趟所謂66號公路之旅 沿著那個芝加哥 一路往Santa Monica這邊開 去體驗一下 美國這個所謂的百年歷史 還有它的所謂的文化風情 不過呢 如果你有希望要走這麼一趟旅行的話 我也要提醒你一下 事實上66號公路現在已經完全沒落了 所以在中間有好幾個路段 它都已經不見了 那換句話說你可能走到一半了 你會發現這個路怎麼完全不見 變成荒山野嶺 那因為這整條公路現在都已經被abandoned 就是已經被放棄掉了 所以你要做這樣一個旅遊 我會建議你如果你是所謂輕行的旅行家的話呢 來到我們加州這邊 南加州這邊 有一大段都是66號公路 而且maintain就是它維持非常的好 Full Hill還有所謂的Valley這邊 你可以這邊實際看一看 剛剛你也看到這個路標 也就是現在還有一些博物館 你可以去了解一下美國的歷史 這就不需要花一個什麼 數天啊甚至半個月啊 一路從芝加哥開過來 當然這是一個很很偉大的夢想啊 但是老實講挑戰性也蠻大的 如果你想大力的了解一下66號公路的話 來我們南加州 先玩一玩場物 包括這一間我們叫做 Briguen Motel 這地方怎麼特別呢 各位如果你有看汽車總動員 The Cars這個Animation的店 你會發覺 這個整個卡通的故事架構 就是發展在66號公路 其中有一個橋段 他們這個車子呢 晚上就在這個河的汽車旅館過夜 長得就是這個樣子 其實取景就是這個地方 所以如果你是 所謂這個卡通的粉絲的話 記得來Sembradino的話 或者南加州旅遊的話 一定要來朝聖喔 好 裡面的房間其實跟外面看起來有點不太一樣 上面是尖尖的 但是照裡面其實就跟一般的房間的格局 就是一般的Queenspade那種套房 沒有什麼特別之處 不過呢 也是因為這個電影汽車總動員 The Cars 大不大指 不過 各位如果有興趣 又是這個所謂的 動畫卡通的粉絲的話 不凡有機會 可以來看一下 甚至微觀賞